要講什麼 當然不能講 你講了你還要混嘛 你就不要混了 現在可以講嗎 現在講當然可以 只是很多都忘記了 歡迎大家準時收看跟收聽 我的老公是大廚 我是王瑞瑤 老師傅 哥哥我們今天來聊 國宴主廚到底是什麼好不好 好多人都很好奇說 國宴主廚到底在做什麼 國宴主廚怎麼那麼多 我記得我在很多年前 跑去圓山飯店 圓山飯店把歷屆總統的 國宴菜單拿出來給我看 然後我記得我那年 就在總統套房裡面 拍下了這些國宴菜單 然後那個時候才知道 從蔣介石、蔣經國 還有李登輝總統 應該還有阿扁吧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拍了一輪 像這樣子的一個國宴菜單 然後在前幾年 我記得那個時候蔡英文總統 第一次選上就職的時候 我也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把所有的蔬菜都放進 蒸籠裡面去蒸 然後裡面居然有那種帶新的玉米 國宴請的都是貴賓對不對 等於貴賓要吃那個玉米 要這樣啃 然後另外他們那個破布籽 沒有去籽就拿去蒸魚 大家知道那個破布籽的籽有多硬 牙齒就崩了 牙齒會崩裂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龍蝦 龍蝦要怎麼吃 在國宴上的龍蝦 你要把肉挑出來 要切塊再回田回去 因為這些人要很優雅的吃 用刀擦擦就可以吃 對用刀擦擦起來就可以吃 而且屈跟腳都要修掉 難道你希望這些國宴的貴賓 把腳折下來在那邊蹭嗎 蹭給你看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聊國宴 哥哥你幫總統做菜的時候 他都不跟我講 因為他知道我是記者 所以他以前幫總統做菜的時候 嘴巴都很緊 然後他也幫很多企業家做菜 保師傅也是嘴巴都很緊 不肯講 要講什麼 當然不能講 你講了你還要混嗎 你就不要混 現在可以講嗎 現在講當然可以 其實很多都忘記了 那哥哥我們來講國宴 你幫哪幾個總統做過料理 李登輝 李登輝 那個陳水扁 陳水扁最多 陳水扁 因為他在任的時候 對 可是這裡面應該是有區別對不對 就比如說裕廚跟國宴 這兩個是有區別 因為還是要做給國宴 國宴應該是招待外賓的時候 不是 真的國宴他有規矩的 我們的國宴後來做到沒有規矩 為什麼 為什麼 他把小吃什麼都納入 結果那個規矩就不對了 國宴要有一定的 比如說什麼場合用什麼菜 這是確定的 你不能有皮 不能有刺 你不能給人家吃葡萄兔子 對 像你剛剛講的玉米有沒有 不能啃玉米 整顆拿起來啃 就是說你不能有吐東西的 不能有會哽到喉嚨的 你裡面不能有骨頭 有骨頭的話 你一定要把它去掉 要去掉 你不能讓它吐出來 還有那個盤子 不是說你隨便小吃的土碗也出來 當然你可以找很道地的台式的這種 當然可以 但是你國宴還有國宴的規矩 這有個標準嘛 這個標準還是要遵守 這個是專業主廚的觀點 可是像我們這種一般市井小民 就覺得好棒 什麼東西都可以拿到國宴上 然後肉丸也可以 你知道魚丸湯也可以 我記得那一年 我去圓山飯店採訪 陳水扁的國宴 他那個時候就有要求 就是圓山飯店的主廚 都要把它小吃入在裡面 這個我印象實在太深刻了 他們那時候要煮一個虱目魚丸湯 他們希望旁邊配的菜是地瓜葉 那時候我就百思不得其解 我說為什麼一定要地瓜葉 原菜不是更好嗎 不是啦 那廚師的意思是說 因為它這個菜裡面 要有很多象徵台灣價值的東西 可是大家知道地瓜葉會反黑 而且地瓜葉並不合適 因為大家可以知道 在熱湯裡面放的最多的菜 有可能就是青江菜對不對 它硬挺 它的顏色也不會變黑 也不會走掉 那所以我記得我那年 在採訪的時候 還不如放豆苗 豆苗都不夠台灣啊 很主要啊 你知道它那個形狀 那所以我這個印象就好深 廚師為了要讓這個地瓜葉 能夠在熱湯裡面硬挺起來 而且不變色 花了好多功夫 就一定要拿出來是這個樣子 它不能燙太熟啊 燙太熟就一放久就黑了 對 那所以呢我們今天呢 就來跟大家聊寶師傅幫總統做過的 到底做過了什麼料理 然後呢偷偷帶大家走進總統府裡面 可是這應該是二十年前的總統府 對不對 總統府已經改變設備了 我都退休十六年了 我記得那個時候 寶師傅有跟我講說 他去總統府做料理的時候 是在走廊上做菜 我那時候聽了我也很吃緊 沒有在走廊 他有廚房 有廚房喔 當然有廚房啊 然後呢 他的廚房是 他不准你用他的瓦斯 因為他有那個我們專業大爐子 但是他外面有那個瓦斯桶 但是他不准我們用他的 我們要自己帶瓦斯 再接到他那個街頭 為什麼 那一樣是那種古風爐 我怎麼知道為什麼 他不准啊 我們今天講這集不知道 等一下會不會被人家滅口 我們已經講到總統府裡面了 不會啦 那還有什麼呢 我都覺得好刺激 他都不肯講 沒有你進去就是一樣啊 像進海關有沒有 有一個門 人家走進去 他有一個那個 像我們放行李那個 要推進去那個 要檢查菜刀嗎 你所有東西要進去啊 人要走過去啊 他都要檢查啊 有問題打開來看啊 我們在做菜的過程中 就有一個上校 試讀官 上校他不會試讀啦 他全程就站在那裡看 看你那個有問題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他不會拿來吃 他也會詢問你喔 會詢問 但他不會干涉你做菜 我們去就是要先準備嘛 把東西都準備好嘛 對 上菜的時候 照順序一個一個上就好了 沒有試讀官喔 沒有試讀官 真的嗎 真的啦 我本來想說 有一個人拿著銀筷子 那是皇帝時代 拿著銀筷子在那邊看東看西 現在是民主時代 怎麼會有這個東西 不過我倒是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其實並不是所有的飯店 或者是廚師還是餐廳 都可以進總統府 因為他們其實都有長期的配合 然後其實是安全無餘的 對不對 我跟你講啦 總統府 他一定是找台北市幾個飯店 我們先不要講小吃啦 就真正標準的 他會找幾個飯店 最常找以前就是希爾頓 對 希爾頓不是做國院 希爾頓是做國慶酒會 國人很多的啦 國慶酒會 他們會有那Party 他知道怎麼樣做Finger Food之類的東西 就是外國人要吃的那些酒啊 食物啊 可以拿在手上吃的 你講的是早期的那個希爾頓 在台北車站對面那個希爾頓 後來我們 因為總統府蠻喜歡找我們的 因為外交部啊 什麼台北賓館啊 有時候是副總統 有時候是那個外交部長 有時候是行政院長 他們都會請客 請客就會在總統府裡面 也會在外交部裡面 有時候會在台北賓館 台北賓館就是總統府對面有沒有 旁邊那個有一個 凱德嘎蘭大道跟公園路 那個交叉的一個地方 對 我們就會到那裡去 那個都檢查得很遠 都有憲兵在那裡顧著 出路都非常不方便 你連去那邊我都不知道耶 對啊 他國內也都不講耶 最重要 國院主廚 如果你要設計菜單的時候 你要看你宴請的 今天是哪一國的貴賓 你要看他的忌諱 有禁忌嗎 比如說豬 當然有禁忌啊 海鮮 很多國家是他不吃豬的 有些是不吃牛的 有些是不吃海鮮 還有跟宗教有關 就是跟宗教有關 像猶太人的話 他是很多都不能吃的 什麼沒有淋的魚 還有什麼牛肉什麼 他們很多連盤子都自己帶 我記得寶師傅那時候有跟我講過 那個時候不知道做的是哪一場 然後好像是跟猶太人有關 他們還有進到廚房對不對 然後呢 比如說鍋子炒過豬肉的 是不能用的 就是他管得很嚴 並不是說洗乾淨就可以使用 有時候這種的 你就用新鍋 他要求這樣的話 你一定要 鍋子要用新的 我們外匯都有一套那個嘛 就拿新的出去 有一套SOP在執行 盤子其實就比較沒辦法 除非真的是那個 那一兩個 你就把它用新盤子給他 他真的有這種要求的話 他會要求說 他只吃這種魚 他不吃什麼東西 他只吃這個菜 所以大概就是 以素菜跟海鮮為主 肉都不碰 像這樣子在煮國宴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菜 是他們指定一定要吃的 覺得很棒的 通常我們中餐 大家指定要吃的就是 你現在不能做魚翅嘛 早期啦 早期有 燕窩就是環保的關係 燕窩也比較不會出現在那個 但是也可以用 魚翅絕對不能用 龍蝦呢 鮑魚龍蝦海鮮 雞排 我們都用春雞 春雞 吃到肉有雞排喔 進口的春雞 西班牙法國進口的春雞 要去骨的 去骨的 有時候我們會用鵝肝醬 鵝肝 這個都會用啊 松露我們也會用啊 所以其實是出的是中餐 它還是有很多西方的元素 因為你去做這個 一定要中西合璧 你不能只有用中餐的元素 有時候你要大盤要很氣派 小盤要很精緻 我們會各種盤子都出來 連銅鍋什麼 我們有小銅鍋 有那種小鐘 有那種金色的碗 就是它的變化很多 金色的碗下 黑色的那個水晶盤子 配起來好漂亮 以前我在雅度的時候 有大概200套這種盤子 200套 特殊客人使用 我講的200套是 不是一種有200個 就是200種的盤子 花色 最多那種 大概就是二三十個 二三十個 一次去就可以做二三十個 你就可以這個配這個 這個配這個 蒸籠什麼配什麼 都可以配 所以不光是食物的設計跟安排 這個盤子很重要 包括它的盤子的配搭 我自己其實沒有親生 就是我沒有貼身採訪過我先生 曾舊寶寶師傅在料理國宴 還是說幫這個重要的人料理 我自己沒有貼身採訪過 可是我有一個經驗 這個經驗也是讓我大開眼界 有一年寶師傅去了文萊 那一年應該是講說是文萊國王過生日 所以是國慶 應該是全世界各地的這種大使館 因為台灣其實在文萊也有 一個辦事處 我們沒有幫家 然後這個大使館就會請他們 各國的民廚到文萊 然後幫文萊的總統煮生日宴 文萊總統有來吃沒有來吃沒關係 就是每一個地方 就每一個大使館裡面 他們都會想辦法獻上好菜 讓文萊總統就大家一起歡慶 那年寶師傅就被請到文萊去做料理 那一場真的讓我大開眼界 哥哥我們那時候在哪裡 在一個國王的馬球俱樂部裡面 馬球俱樂部裡面 然後因為我們租界到那個場地 我們就開始 哥哥你還記得那個時候 你做了什麼料理 那時候來了好多外國人 來吃這場中華料理 乾煎明蝦 大聲一點 乾煎明蝦 乾煎明蝦是什麼呢 我記得那隻魚啦 牛三劍 富貴牛三劍 有一個乾煎佛跳牆有沒有 乾煎佛跳牆 沒有豬肉的 沒有豬肉的乾煎佛跳牆 有一個澳洲人吃了還請我出去說 他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 澳洲貴賓來好高興 一個女生 因為他很多都是他們各國的使節 來吃啊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寶師傅那年還用蒸烤箱 蒸了就一桌一條魚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說 原來蒸魚可以降出 為什麼我會那麼驚豔呢 驚豔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那次開了幾桌 20桌 20桌 然後寶師傅呢 就200克嘛 單槍匹馬 只帶了一個徒弟 一個 因為我幫不上忙 我只有在旁邊這樣子 你知道就探頭探腦 然後我記得那個時候 在要舉行這場生日派對的時候 有兩個東西買不到 一個是吉利丁是不是 一個是吉利丁 文來找不到吉利丁 不是 因為他們不能有豬皮膠的 他找那種植物膠的 他們沒有幫我找到 對 我們跑到了文來 最大的一個飯店去借 還有一個是芝麻醬 我也是念念開眼界了 聽眾朋友 你們大家會認為說 芝麻醬這很簡單啊 我們到了文來買的芝麻醬 都是沒有味道的 因為在國外的芝麻醬 都是沒有烤焙過的 很深的一個味道 很白的一個芝麻醬 然後我們本來買了一罐 之後不相信 還以為他買錯了 我們又跑去買 然後打開來 這芝麻醬是怎麼回事 你知道一點都 跟我們使用的經驗 完全不一樣 而且我記得我們那年 還住到了 Empire飯店 對不對 好像一個宮廷一樣 就皇宮 Empire 好像你在看埃及電影 我們有時候在看那個電影 埃及電影 然後你走到走廊上 他那個柱子這樣 聚住 聚住 要一眼望過去 像這樣子高級的飯店 而且那個飯店的房間的門 你一隻手還推不開 你要兩隻手很厚 兩隻手把它推開 這麼高級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做了國宴回去以後 他們都還認識我了 報紙都登出來了 所以那個櫃台都給你打招 本來不知道 當地的報紙寫了之後 就好高興 我其實要講的是 但是我們那時候在做國宴的時候 保師傅只帶了一個學徒去 可是他要統合馬球俱樂部的廚房 在那個時候我才知道說 原來人家講說什麼 可以像是一個將軍一樣 然後在煮菜的時候很像在治國 因為明明你的語言也不通 他們也都不是做中餐的廚師 有馬來西亞人 有文來人 馬來西亞人 都是華人 其實剛去你跟他不熟 他根本不理你 你跟他講話他會 聽不懂 他會講 他台語都會講 他福建話 講話 國語都會講 但是他不講 後來跟他打手 他兩天好辛苦 真的很辛苦 他後來幫忙的話就好了 那個時候廚房有多少人 都不認識 大概十個吧 十個人左右 左右幫著上手 不幫忙沒辦法做不出來 那個東西做不出來 我就是那個時候看到說 要幫這個文來總統做這個生日趴 這麼的辛苦 而且到國外去 光做那個冷菜 不叫哈密瓜有沒有 哈密瓜要挖二十個 中間要擺蝦 優格 水果這一種 旁邊有雞 有沒有 就是那個麻將的雞 麻將就用在那個雞上 好多東西 就做一個一盤錦繡的冷盤這樣 可是在當時的時候 應該是喬委會 喬委會 可是那次真的也是讓我大開眼界 好啦 哥哥 其實大家會討論國宴主廚 是因為很多人都做料理給總統吃 然後也給貴賓吃 是不是 然後呢 其中有一些還包括小吃 可是舊保師傅 你入行四十幾年 五十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的經驗來看 其實在國宴裡面有一些變化嗎 當然有變化 什麼變化 味道的變化 什麼意思 食材的變化 因為中菜的味道 就是高級的味道都很 都比較平 高湯味道 高湯味道 鹹味而已 你不能在做國宴的時候 只做這種這麼平的味道 你要有高低起伏 所以你要有重味 輕味 起承轉合 起承轉合 所以味道很重要 你要調我們火候的菜 但是外國人喜歡的味道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我知道了 加些什麼香料 國際米鹽 辣椒 用什麼辣椒 不能太萌的 因為你不能讓它吃 每個人 你可以淡淡的像胡椒這種辣 還是很淺 有一點微刺激的辣 很好吃的辣 你不能做到太強烈 你不能說麻辣還是酸辣 把它灌下去 一圈把你打倒 那一圈打倒 但是我到文來做的時候 我就有做比較重味道 因為他們是馬來西亞跟文來 他們都是吃有一點辣味的 像我那一次去做 有做魚翅你知道嗎 他們準備的 他有準備個魚翅 他們文來自己弄的 那你做什麼口味 我是做第二次 第一次是做200個人的 第二次是做20個人 你記不記得 我做台灣牛肉麵 我做一個酸辣排斥 東櫻公排斥 就是用泰式的東櫻 泰式的酸辣湯 酸辣蝦湯的味道 去做這個排斥 很受歡迎 我記得 我記得那個時候 台灣牛肉麵 寶師傅拿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很驚豔了 還有做牛蚊水 就是客家的甜湯圓 就是薑汁黑糖湯圓 有花生的牛蚊水 牛蚊水 跑到國外去 其實也有國際語言 很好吃 其實外國朋友看到 不太熟悉的食物 因為外國人都吃原型的食物 原來的樣子 可是我們其實有很多 這種手製的加工品 其實外國人一開始是很害怕 是不太願意要嘗試的 可是我覺得慢慢慢慢 因為有交流的關係 大家慢慢慢慢也逐漸接受 我記得像牛蚊水的那一道 現場反應也很熱烈 牛肉麵反應最好 牛肉麵 酸辣魚吃人家也滿喜歡的 你那時候做牛肉麵是紅燒的嗎 還清燉的 我的紅燒帶點辣 也沒有做到川味 但川味的一半 做家常味淡淡的這樣 淡淡的辣 很有味道 而且他買的牛肉燒是好香 那一天那個牛肉麵很好吃 我覺得就是在那一場 我親自親眼貼身看到了我的先生 就是用國宴的規格 在做文來總統的生日宴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原來如此 原來是這樣子 並不是說你會煮飯就可以怎麼樣 不是 是因為後面必須要統合很多人 而且要統合很多材料 而且要就地取材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們還到處去找材料 對不對 因為老實講 文來病不算是華人的地方 不算 那所以有一些材料 早晚也找不到 然後也透過很多人 想辦法去找 就像我們之後 找到的吉利丁粉 不是吉利丁片 也是在飯店那個去幫我們弄 就去跑去那個 Empire的那家飯店 直接到後廠去找主廚 直接去調出來的 好啦 我們今天這集的節目 就到此告一段落了 聽眾朋友大概就可以了解 到底廚師 還有國宴主廚 他們呢 所做的這些工作的範圍 還有他們的領域 到底是有什麼樣的不同 大家一定要追上 我們Podcast的節目 而且我們會在禮拜五的時候 YouTube跟Podcast 同時都會上架 大家要盯上我們 我的老公是大廚 今天節目到此告一段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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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題目有點刁難他們 大家不應該在這個比賽裡面 都一直打安全牌 非常的緊張 這個主題對我來說都是挫折 根本就覺得是一個 不可能的人物 完全改變所有嘴巴裡面的城市 我還以為真的你們是去買 真的非常有創意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